HBL8強賽事 光復高中出戰東泰高中的新竹內戰 上半場打完光復取得18分領先 下半場分差持續擴大 中場88比65無懸念的收下第6勝 光復高中目前以6勝0敗戰機排名第一 球員表示 雖然比賽一開始節奏起觸 泰漫進入球場狀況 喊完暫停後 徹底執行教練下打戰術 但是後面開始做到教練說的 就是去分享球 然後不要倉促的做進攻 就是後面的那個 就是比賽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感受到就是很順 就是一開始大家就是心態有點鬆懈 但是後面喊完暫停之後就 狀況有回來 今天大家的狀況都不錯 大家都有跳出來這樣 教練陳定傑表示 此戰得分超過場均70分 現階段要求球員做好防守壓制 但不忘提醒球員 進行享受在場上打球樂趣 這個階段都希望他們把防守壓制 在60分到70分左右 對 那他們也可以達到目標 那其實我對他們的表現是感到驕傲的 對啊 尤其原住民的孩子 就是我們有六個嘛 他們享受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自然就可以打出最好的一面 率先搶下男子組首張四牆門票的光復高中 7號將與四勝以敗的泰山高中交鋒 將全力以赴力拼清野勝 原來是新聞古順屋六星北新莊採訪報導